今天重新回到典型 比较温暖的天气 事实上太平洋高压又牺牲过来了 不过我们东北边 还是有一些原来的封面云系 不过它对台湾影响不是很大 有些局部的阵雨 还是在山区会发展起来 大致上太平洋高压又重新牺牲过来 但是又没有很强 所以我们很难回到7月 那时候高压最强的这个时候 但是还是偶尔会这样进来 那另外一个呢 这边有一群这个低压在发展当中 它可能会慢慢慢慢进到南海之后再发展 所以不排除还会变成台风 这个时候有台风还蛮正常的 有没有看到 它有可能越到这个南海之后 会形成一个低气压 有几乎会发展成为第11号台风 那我们台湾这边呢 相对之下未来这个礼拜 事实上是很稳定的 但是要注意 可能周末的时候有一道封面会接近 不过这个时候周末呢 就跟春天的时候的封面 比较很类似 就是变化很大 我们就看看就好 还有很多变化的空间 大致上呢 未来呢 就是有封面的影响 或东北风的影响 到9月下去之前 也不排除还有台风会发展起来 不过这个时候 如果升任台风 变数真的就比较多了 如果今天到台湾的话 又遇到东北风 又会遇到封面 那这个就复杂很多 所以预报难度 更会加升很多 所以请大家 有时候平时做好准备 戒胜前程很重要 不要等到临时抱佛教 那台湾天气呢 大致上这几天都是属于会偏热的 27到34 5度 相对的还蛮闷热的 大致上呢 中南部也差不多类似 南北呢 相对的温度都还蛮高的 那好消息呢 是向雨呢 就集中到开吾山区 平地呢 是比较少的 未来这几天 那到了周末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 这两天呢 要注意空气品质 尤其是中南部 空气品质比较糟一点点 主要是这个大气很稳定 扩散不佳 晚上呢 还蛮舒服的 那明天白天呢 大致上各地呢 都是多云道行 空气品质会比较差一点点 午后有一些靠山区 有些局部阵雨会发生 大致上 未来礼拜一到礼拜五 天气都不错 请大家好好把握 我们给大家很建议 高压增强 本周是回温的 山区还是有偶有局部的雷震雨 那菲律宾东边这个低压 到南海可能会发展起来 那目前来看 有机会变成台风 但是呢 这个时候就看看就好 对台湾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 那周末呢 有机会有一道封面会接近 转为偶震雨型的天气